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当你把《红楼梦》深入阅读下来之后 就真的就看不了现代作家 所有的古装剧的台词了 会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 因为现代作家 所有的都不足曹公水平之万一 有同学可能就是说 但你看现在的片 几十天网站给片方分成上千万 整套赚下来赚好几个亿 传统小说哪个能这么厉害 这我承认 但有这么个事 就是你发现没有 就算是现在这个片已经复若皆知了 这个传遍大家小巷 但是包括所有的真爱粉 不用多说过上三个月 都能给他忘了个干净 对吗 因为再真爱 他也是要再找别的刺激 这一个刺激是不够的开心的 为的就是找刺激 于是这么来说的话 名著的确无法给人带来这种类型的刺激 所以还真就是因为 现代某些剧它影响力太过恐怖 给人的错觉就是名著的这个艺术造诣好像不如这些流行剧了 我感觉这恰恰显得新剧得不配位 对吗 得不配位啊 于是当你一旦进步到下一个阶段 以至于真的吃过戏糠 看过《如临外史》《西向记》 《青史稿》《三演两拍》之后 就绝对再看不下去现代的剧了 当年香港TVB 古天乐那一代的演员 好多都是亲口承认说 干这行的其实是没有文化的 不得已才干这行的 结果我们现在倒好 现在好多片感觉还不如TVB那么考究呢 文化水平直线下降 又倒退了几年 你就会发现他们所演的 其实就不过都是现代的故事 说的话和思维方式 跟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者说了 我就打这么个比喻吧 我们现在的高水平编剧老师也好 是作家也好 这都算啊 那是都比咱们水平高很多啊 但你让随便拽出来他们一个 咱们假设他的这个片的这个销量水平 在文化领域的造诣 也按照这个广告收入啊 平台分成等等总利润 这么来衡量 你收入高算你有文化 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后 你就会进入高中语文课本了 将来范围都按照你这个来写 来高考是吧 你将来就代表中华文化精髓了 那好 既然水平都到这个程度了 那你去参加明清的科举考试试试 是吧 感觉吗 现代作家同学们 你们觉得有几个能行的 绝对不行 第一轮就得都给他们刷下来 我估计金庸先生 梁宇生他们都勉勉强强的 够腔啊 诗经 现代作家有几个读过的 就这还只是考生必须掌握的什么 论语大学中庸之中的一本而已 这只是基础啊 是不是 咱们是拼这个文艺境界 可以啊 这文艺虽然不同于理科 是说是文物第一 文物第二 但其实也是可以有个标准的 于是历朝历代 说考验一个人的文采 特别是这个科举考试 他有基本的一项考法 就是贴经 等于就是补充天空 考四书五经嘛 再就是按照这个 《平水运》一书中包含的106运 来出题 考你这个诗词对账是否公整 永务啊 永景啊 够不够押韵 同时用字之含蓄或者考究 这里说法很多 但是好诗大多数人都能感觉得出来 他不会做 他能读得了 这糊弄不了 《平水运》是什么 它就是中文诗词的规范 之后内容我们再讲 下一期 就比如说现在吧 有的孩子张口就说 你个老六啊 这奶我一口 这都不行 这都得给你撕了卷子 这玩意不能往上写 不是说科举考试一定是八股 这也不一定 106运当中包含了9000多个汉字 这还不够你发挥吗 足以成就大财 如果真的有财的话 要不日本选年号的时候 都是从诗经里面选词呢 你可见传统文化多重要 有的书在整个亚洲的汉文化圈的影响 长达数千年之久 绝不是说过仨月 这死忠粉都能给你忘光的东西啊 现代剧啊 我看男主动不动就得叫个商 咱就说这就 你就得可着这个不吉利的字来嘛 但这样也就显出了 为什么《红楼梦》这作品 具有扎实的文化底蕴了 足以碾压所有现代作家 金庸先生都不敢跟曹野秦比吧 当然没人敢跟曹野秦比 中文用到那个境界就算是顶尖了 所以我们简单讲一个情节 和大家一起粗略的感受一下 这深邃的故事 所包含的真正的绵长的韵味吧 曹先生的确是这方面的权威啊 因为他本身就生活在古代啊 曹雪芹祖父曹西远 那是明朝天启年间 就做这个沈阳中位指挥使的人了 明代的军官 所以我就记得有人说过 这个施奈安可能真的杀过人 所以写雪剑鸳鸯楼的时候 这句西门庆一者冤魂禅定 二乃天理难容 三来怎当武松永利之见 头在下脚在上 导壮落在当街心里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 毫不拖泥带水 是这个施奈安确实 当年他是跟着这个张世成 这个起义抗援的 那是真的上过战场的 就别说杀过人没准还吃过人呢 这就跟没干过这事的 当然不能同志而语了 你是写不出来这种感觉 诺尔哈赤进沈阳之后 他有秦的祖父才详得清 所以他就是生在古代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来聊一聊这个 《红楼梦》的那个清朝中期 老爷太太小姐丫鬟们 是怎么看待每个月开的工资 这件事情的 可能有同学抗议了 说你前面说这么热闹 你就是说他们工资 大家别急 看似小事 其实涵盖好多事情了 老爷是有俸禄 可是小姐太太们又没有 那天天围着老爷要账 那还能行吗 这不是这样的 家抄体里或者放着好多银子 你随便拿 那成什么了 那绝不是 根本不是挥霍无度的 那时候就算是王侯贵族 这个大道土木施工 小道缝制手帕 那都是要详细记账的 要不怎么说 这个大户人家都是有账房先生的 这个马虎不得 你欠了花抄了 也必须得记清楚 理由得合适 就哪怕是皇亲国戚 太太们每月得到的零花钱 都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 所有丫鬟也都有零花钱 这个说起来可很好玩的 你要是像现代古装剧似的 丫鬟出门 动不动就几百两银子 拿出来买东西 那就纯扯 没人能找得开 对 就哪怕一两银子上街 都没人能找得开 这就是我说 这个现代作者没文化 他根本对古代的货币 没有这个概念 瞎写 当然我很多评书也是瞎说 我也没法说人家 可我还是要比好多的作家认真很多 我又不像他们那么着急挣钱 天天只只偏方 屁我后面催 没有人催我呀 于是我有时间读书 咱就拿某次赵姨娘 就这个嫌弃贾宝玉 丫鬟太多这件事来说 来举例子 那这个就能够反映出了 最真实的大户人家日常消费的一个问题 当然明清家中的这些女眷 少爷子弟 每个月得到的 他不叫工资 包括丫鬟的工资 这个都叫做月钱 这个也不能叫俸禄 因为不是朝廷给的 都是从家里的长辈 家长的月钱里面扣 那简单来说 比如林黛玉吧 他案例每月能得二两一调 当然就是只能从他这里扣了 再给自己的丫鬟 具体扣多少是 当然他说了算 但你也不能说是 你就给丫鬟这一百个铜子 你当喂猫 至少是五百文起步 这个是最低标准 小姐少爷们没有俸禄 那个是文臣武将们 每个月为朝廷效力所领的钱 丫鬟太太又不为朝廷效力 所以只能叫月钱 这个月钱从哪来呢 也就是说这个来源到底是哪呢 难道是说从贾老爷 每年的俸禄里面出吗 那不能 老爷又不是要钱书 这凤禄按照他那个公布园外郎的级别 大概年凤禄 也就是八十到一百两银子 加上八十虎米 这也等于每个月一千来斤大米 分给家里面上下摆出来口的人 当然这个一百两银子 当然肯定是不够 他好像还有一个一千二百五十两 每年的一个养帘的费用 再加上这个宁荣国府 有世袭的爵位 那地还是很多的 比如荣国府 他就有八九个庄子 不少地呢 就收租子还是能收不少的 这个想必是大头了 那但是赶上水旱灾害 那也不能应收啊 这个这农民减产 他们入账也少啊 那所以当然你不能回货无度了 可是其实他们也算是相当浪费了 这好假的 你想今天我买二十几盆花 明天做三床真丝杯子 是很费钱的 所以里面还总看到这么一句 是说观众的钱 这观众的钱 这难道是朝廷体恤老臣赏赐的 就偶尔会有啊 但是这个也不会太多 朝廷一年偶尔赏你个两三次 也就顶天了 一次也就几百两 不会太多 难道咔嚼一下给你十万两啊 那纯属做梦 不会 你别看这几百两 你也绝不能嘴里嘀咕说 皇上怎么这么抠 你得赶紧跪下磕头啊 别吓嘀咕那些个没用的 纯属变胡了 哪怕皇上给你俩童子 那你也是天恩啊 你不能马虎 所以还有一笔钱 是宁荣国府组上打下的基业 等于存款吧 再一个平时给人传话办事 你就看吧 这个王熙凤 随便一句话 就给某个地方官办个事 比如谁得罪了李牙内了 以我的身份 什么写封信 我帮你说和 你得给我点好处费吧 于是那些富商啊 小官还想借这个机会八截呢 那都是得上千两银子的孝敬啊 这也是一笔 这个笔皇上刺的都多了 甭关你从哪来的收入 绝不能随便进入任何人的 个人的口袋 这个得进家族的帐篷里 得按月清点记账 你记一本糊涂账 那还能行吗 你记糊涂账 那就不是大户人家干的事啊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 家里面每逢操办婚丧嫁娶 买任何的东西 都是要详细罗列记录的 可是还有一点啊 你会发现 包括所有这些少爷小姐 小私丫鬟在内 他谁都想要油水 那没关系 你可以眯下来 但是你明目必须得说的合理 你说买花盆了 买茶壶了 他们家涨价了 是吧 只要有人信就行 你要被揭穿了 你就死定了 那可不是一本糊涂账 你这个马虎不得 王熙凤就天天盯着这个事儿来 你要自认为能瞒得过他 你就来 是吧 但他八百个心眼子 我觉得大家还是省省吧 你想瞒过他 那也不容易 少爷也绝不是说是 零花钱随便来 少爷丫鬟 所有的什么太太老太太 都是有定额的月钱的 该多少是多少 地位级别不够 你还领不了太多的零花钱 如果说不清这笔钱的来源 你没有任何的目的 你突然某天啊 老太太疼孙子给了一大笔 或者说想自己 我攒点银子 我说我骗老爷 我说想买新电脑 那都是不守规矩 越是这种家庭 越不能没规矩 于是贾宝玉林黛玉 他想花钱的时候 也都得上账房那边申请 这个争端的起因呢 就是因为赵姨娘 就因为他感觉自己工资太少了 而引起的 赵姨娘是谁呢 他就是贾宝玉他爹 贾政的二访太太 老爷的妾 他爹还有一个妾是周姨娘 周姨娘没孩子 但是那个人呢 相对老实 这个赵姨娘他就不安生 生了个贾环嘛 这贾可能想着就是 我生儿子了 我该得宠了吧 结果还是没得宠 心里就气啊 贾环也恨透了宝玉了 恨不得他哥哥你死了呢 就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这到底是不亲吧 这小子内心很腹黑啊 赵姨娘就更腹黑了 争宠这个事吧 这确实就是涉及到巨大的利益了 所以琢磨大家就能明白 为啥有一集贾宝玉他妈 王夫人这贾政的正房太太 就这么烦金川跟这个贾宝玉调情了 其实按说王夫人性格不错啊 但是当他看到丫鬟跟少爷调情 还是气的直接上去 啪了一下给了金川一个大嘴巴 你换位思考吧 你看啊就今天这个丫头还是个通房丫鬟 明天被老爷就纳了妾了呀 这昨天还听自己使唤 那第二天恨不得得跟自己平起平坐来 这还得了吗 主要是你身份上去了 每个月的月钱 拿的多呀 这是实打实的收益啊 以前刚进入王府 那才几百个童子的小丫鬟 那现在变二两银子了 那没准以后就看不起太太了 那当然令人生气了 他们被纳了妾 这就算再不得宠 也比所有的丫鬟下人工资的水平要高上一倍呀 那么问题就来了 赵姨娘月钱是多少呢 小说里说了 妾一个月拿二两银子就这么多 这还是老爷的二太太呀 就这么点 所以你说古装剧里面动不动几百两银子 哪儿就花 这是不是很荒谬啊 一看作者就太没文化了吧 就根本就不懂当时的货币面额 王夫人这天突然想来这么一个事 就问王熙凤啊 就是王夫人是王熙凤的亲姑姑 亲侄女和亲姑啊 那当然他俩是能说心里话了 这就是最真实的王府 有的事你该和谁说 不该和谁说 是有讲究的 你不能说一上街就喊 乡亲们我爸那切了 上街一顿嚎 这孩子就纯属疯了 王夫人这天就问说 凤哥 那对 他们那时候是管这个 富家的女孩 也经常叫哥 有身份 有条件的女孩子 就有点像是女公子 这种意思 就问啊 凤哥 赵姨娘每个月账房里按月 给他发了月钱吗 他一个月多少钱 那问的王熙凤一愣就说 是按月发了呀 没有哪个月少了他的呀 他的那份是二两 但还有儿子贾还的二两 以及还要给丫鬟月钱 一共是四两加四吊 那孩子还小 给孩子的钱 反正你掂量着给 你是一天给了他 让他充值游戏皮肤呢 还是攒起来等他长大娶媳妇呢 反正你说了算 赵姨娘按月能拿到手的 他是四两加四吊 一吊就是一贯 也就是一千个铜钱 一千文 反正你们耐心听啊 我一定给你们解释细致 让大家了解透了 清初的时候 一两银子是该等于一吊 清朝人口头说500钱 200钱 也就是500个铜子的意思 所以说我刚才说啊 就这个一两银子拿到街上 是没人能找得开的 就是这个原因 你啥家庭 出门你能直接用一两银子 来让人找钱吗 抱歉 都没有那些个现金 都是小本买卖 你恨不得二两银子 都能盘下来一个小店 店铺了 那小丫鬟一个月工资 才500钱吗 十文就一斤半大米啊 你算呀 还是好大米 平时用的就是什么 康熙通宝 永乐通宝 这些个通宝 这是平时花的 办大事 才直接用银子 买奢侈品会用 就好像说 我拿来一达子 好几千块钱 啪呀 拍到门口小卖部 我说买瓶可乐 就是人没准 还以为我拿的是明币呢 一两的花的数额太大 刚说 这个一千个铜子 等于一吊 一吊本来该等于一两银子 但是后来兑换不了一两了 就说白了 就是朝廷啊 就财政短缺 这白银减少之后 开始大量的铸造铜钱 所导致的 那时候又没有 现代经济学概念 皇上还以为 国家没钱了 我多造点就解决了呢 就一点经济学诚实都没有嘛 就加上还有人伪造的呀 还有朝廷本身造这个东西 就铜的这个纯度不够啊 就所以就导致于 这个货币本身价值也在跌 就导致于到了这个 康熙年间的时候啊 据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 所记载 当时一两银子最高 浮动到折合 一千七百七十一稳了 最低也是一千六百三十七稳 全年平均一千七百左右吧 一两银子的价值是远多于一千个铜子了 就是四舍五入 咱就算是一两等于一点五掉吧 就还是收回工资啊 贾府的老太太拿的最多 这跟老太太一个级别的 就是贾北玉他妈王夫人 还有贾北玉他亲伯母行夫人 每人每月二十两银子 那这是第一等的收入啊 第二等就是贾北玉死掉的 那个哥哥那个贾珠的老婆李丸 以及王熙凤 这种当家少奶奶 他俩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呢 十两银子 也就十两啊 这可是很大的数额了 上街都得横着走了 第三等才轮到包括贾北玉在内的 所有这些小姐公子啊 探春宝钗 薛盘等等这些 对 还有老爷的所有纳的妾 贾桓也一样啊 虽然不得宠 但是 数子跟嫡子都给一样的零花钱 这挺好是吧 手心手背都是肉 对吧 零花钱这一块来看还是很公平的 大家都是每月二两 其实你也不当家 你还是小孩未成年 那少年人拿这么多就够可以了 哪个老百姓一个月能挣这么些钱啊 所以这就造成 虽然你是老爷的媳妇 如果你不得宠的话 老太太又不少 那像赵姨娘这种 她就没钱 实力属实有限 但是毕竟还是比丫鬟强啊 再不得宠 一个月二两 那比所有的丫头用人挣的都多啊 第四等 这里挣钱最多的 这个几个大丫头 像是席人啊 金川啊 用了快十年的丫头 这老员工了 这一个月能得多少钱呢 就是一两银子 大家注意啊 给他们发的是一两白银啊 可不是一吊或者1.5吊铜钱 就这个就有意思就是在这了 第五等 聪明一点的 可能就是用了三五年的丫头 就是月工资是发一吊 你说起来一吊这一千个铜钱 就清出的时候 还等同于一两银子的面值 那后来不行了 当然皇上也是希望一直保值啊 总有人要害人 搞得这经济一盘散沙 讨厌劲的 接着说啊 就说这次等的丫头下人 这一吊的工资 也是相当高的收入了 再低一级别呢 那就是烧柴火的小厮啊 最卑微的 刚来的不懂事的小丫鬟啊 那就只有一个月五百铜钱 这个是最低工资 以及一些小书童啊 老妈妈啥子干不了什么活的 那就拿五百钱吧 也没文化嘛 这干活也不熟练嘛 那就很多活 你其实你想干都未必让你干呢 就比如说缝制一个网兜啊 绣个手帕肚兜啊 这些你别看是所有日常用品 它是很考验技术了 又得讲究配色美观 你又不能上外面买啊 那是啊 你哪知道外面用的什么材料啊 那当然说是自家的大丫头 做的才最放心啊 那要不人家怎么挣这么高的工资呢 一般人还真来不了 难道还能说随便让这个 这小丫鬟瞎缝一个凑合用吗 这少爷小姐都出门了 低了这个荷包 缝得歪歪扭扭 这在哪行啊 这技术无法胜任的 这家人不会说话 或者脑子不灵的 听不懂老爷的意思的 所以工资就都少了 你要说很惨吧 是有点 其实暂时再一想啊 这个五百个铜子也还可以 十个铜子能买一生米啊 那一斤半啊 这五百千能买多少大米 七十多斤了吧 这还不够吃吗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八十年代还用凉票 重体力工人在那个年代 一个月是不是才分三十五斤米啊 大概其平均美人 也就是三十斤左右 是吧 这够吃了 所以你想一个小丫鬟 能把七十斤米全吃了吗 那成什么了 回头爹娘一看 哎 这我家姑娘当丫鬟走的时候还挺苗条 怎么仨月不见 胖得跟日本相扑一样 是什么情况啊 小丫鬟再节俭点 是吧 还能往家里给父母兄弟姐妹添点呢 或者给自己攒点家装啥 那绝对是能有结余的 再况且 你住老爷家 老爷还能让你自己卖粮食吗 是吧 我们吃麻烦全席 你吃方便面 那不能啊 这根本就用不到你自己花钱 要不怎么都想去人家当丫鬟 当小私 老省钱了 但是你别看这些没受过教育的丫鬟小私 他也都能分得清 这1.5吊和一两银子哪个值钱 你就即便给他 就发这个一吊半的钱 他也宁可要一两白银作为工资 因为都知道这个银子更保值啊 他们一点都不傻 你甚至等到了同志咸丰年间的时候 就鸦片战争之后 这一两银子恨不得得等于五六千的铜钱了 这朝廷一着急了 还以为多铸造铜钱就能解决生活问题呢 其实经济环境会自然给货币定出合理的价值 接着说啊 所以赵姨娘为啥生气呢 趁着给他少了呀 一说起来啊 我们娘俩 儿子二两我二两 一共账房按月直播四两加四调 我还得给四个丫鬟开工资 那是啊 那丫鬟吓人 他不直接去这个账房领钱 他们都是这些老爷太太 从自己的月签里面给他们发薪水 那赵姨娘自己也没多少啊 当然就更想削减丫鬟的工资了 以前可能都一直都是按照一调那么给开的 最近有各种原因 又想抱怨自己不得宠 还不敢生长 于是这天赵姨娘想个损招 就用客扣丫鬟工资的方式 间接让丫鬟们吵闹起来 来表达对贾府的不满 就跟丫鬟说 我也没钱了 以后你们几个每月按照五百钱发工资 嫌少的可以走 以后我不用伺候也行 我自力更生 我自己第二辈子洗脸洗衣服 这不是就这么豁得出去吗 这别的丫鬟正河边洗衣服呢 一看赵姨娘怎么也来一起干活了 大家腾腾地上 姨娘先洗吧 这是劳动不分贵贱 丫鬟能说啥呀 这当然只能说答应了 这吃瘪了 那背地里肯定会有怨言 院子里面聊起来 这不就被王夫人给听见了吗 几个小丫鬟抄这说 这个月钱变少了 少了一调呢 那所以王夫人就琢磨说 这赵姨娘到底为啥不高兴呢 还至于说是客扣押换工资呀 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吗 那至于是这就来问王熙凤嘛 结果王熙凤就说 我没少发给他 那就纯粹是他自己损 原话原文是说 我倒说了两三回 让天上这两份的 他们说只有这个项数 意思就是账房报账的时候 赵姨娘的小丝就说 以后记账押换工资按五百钱算 王熙凤他不是就管账的吗 他当时还劝的说丫鬟们也不容易 你给人家补成一调呗 但是人不乐意 人说这您别管 这我们家务事 这必须扣不能添 意思说我自己的奴才 我自己来订工资 侧面就说明我钱不够花 什么意思 你们自己品吧 那王熙凤还能不知道他在抗议吗 只好跟王夫人说 我也劝不了了 每个月我这儿还有人打计划的 还有欠账的 我上哪给他补啊 他觉得不得宠 那跟我说也没用啊 况且每个月发几调 这是府里的规矩 你要说你有本事 你就自己跟老爷说去吧 你看老爷回你什么 王夫人就问说 那现在老太太有几个丫鬟呀 他回答说老太太有七个丫鬟 是这样啊 每人该用几个一两银子的丫鬟 用几个一调的丫鬟 这都得按照各自的身份等级来雇佣 可不是说虽然我是妾 但我有钱 我雇个一两银子的丫鬟 这绝对不行 这是不合规矩的 不能办不合身份的事 你有钱 你也不能这么来 再况且做妾 怎么可能有钱呢 有家庭背景 那老爷早就给他扶正了呀 就说这意思啊 就说到这一下就破案了嘛 王熙凤就说 老太太一共案里 应该是八个一两的丫头 但其中一个是其人 老太太疼孙子 这个就分给宝玉了 但每月还是老太太账上出钱 你就想吧 这十年的丫头 这得多懂事 多聪明伶俐啊 当然工资必须高啊 月钱挣一两 人家是胜任这个工作的 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一个女孩 从长相到言谈举止 说话尺度 手工活还好呢 比所有那些千金小姐都不太差的呀 再一个 老太太平时能 她能有多少事 老人了 那用不上这么多下人呀 可是府里有规矩 就是说老太太您高高在上 您这个身份 你用得了用不了 也得给您老人家 这八个一两月钱的丫头 于是这些丫鬟们 平时就闲着没事 这干啥呀 在院子里面赏个花啊 扑个蝴蝶啊 喝喝茶聊天啥的 以前虽然是穷人家的孩子 整天愁眉苦脸 担心吃不上饭 但是现在 每天这些小姑娘们 就剩下淘气了 倒是老太太也乐意 看他们说笑玩耍 喜欢孩子 这不吗 习人这么懂事的丫鬟 给了宝玉 赵姨娘就趁着不公平了 王熙凤也说 宝兄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 那是老太太云过来的 薪水还是老太太给发呀 不需要贾宝玉支付费用啊 那当然贾宝玉得祸吧 那怎么说呢 他这何止用了一个一两的丫鬟习人呀 就一调的丫头 他就好多啊 这个晴文社月 秋文碧痕 七个还是八个 这还不算 他这属于是丫鬟数量 还随时增加呢 这赶上组队打怪了 这怎么还总有新成员加入呢 勇者斗恶龙啊 小丫头五百钱的有好几个呀 什么嘉惠啊 坠儿啊 四儿啊 五儿啊 小红啥的 也有离队的小丫头呢 就比如说小红 那这个小红 他是一个有远大报复的丫鬟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不过说到这儿 你恐怕也就看出来了 这些人啊 其实都还在各自暗中较量呢 所以情节很曲折 无比真实 再况且你看啊 接着刚才说啊 咱刚才这都给他算了几个丫鬟了 就这还没算那些什么书童啊 小丝 磨磨 伙计呢 这全算好家 您这一出门 乌洋洋身后跟着一大票啊 这赶上什么了 你这派头也太大了吧 贾府上下除了您 也就是老太太能跟您有一拼了吧 赵姨娘就琢磨着 我们娘俩这一天天过得苦逼 也不能这么说 反正多委屈啊 一共就这么四个丫头 这还都不机灵 你一说你帮我倒杯水 他说啊 吹吹腿 不是你看这还有点耳背 你能活活气死 你要不抗议呢 说的有道理 意思就是说 贾府里你们说的 没人坏规矩 可我眼睁睁看到有人 大大的坏了规矩 那就是贾宝玉 你是 笛子 可你现在胡作非为啊 这怎么说呢 你得给个合理的解释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要是明目张胆 给贾宝玉多添一个丫头 那我就有理由跟老爷提 说我们环儿也得多添一个 那将来给月钱就得增加 女人嘛 难免会为这些事情计较 那保准会一直想法闹下去的 王夫人一琢磨也点头说 我明白了 这样吧 咱们还是按规矩 原文他跟这个王熙凤是这么说的 他说明挑一个好丫头 送去老太太室 补习人 习人的月钱 从我那二十两银子里 拿出二两一吊来给他 习人的月钱 就从我份力上云出来 不必动观众的 这其实这个王夫人啊 他也就是为了堵住人的嘴 就为了不得罪赵姨娘的一个想的这么一个办法 宁可我自己零花钱少点 意思就是说我从我自己月钱里面扣吧 就不然落埋怨吗 这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自己给儿子花钱 你们总没得说了吧 这总不能还说不公平吧 还有一个这贾宝玉这丫鬟多 他也有的时候是姑娘们爱跟他玩 这各种原因吧 不过这正房太太二十两 妾才二两 差了十倍啊 那他是没钱再给丫鬟发工资了 遇上有心的丫鬟 你再努努力是吧 过两天你都能赶上赵姨娘挣的多了 那赵姨娘更气死了 这不吗 人习人就已经跟他月钱一样多了 但这下也就得罪了王熙凤了 王熙凤告别了王夫人之后 出来气鼓鼓的 于是那些个奶妈就看见了 还问呢 就说有少奶奶 这怎么生这气呢 王熙凤就吻起来袖子 站在门槛上就骂街 说真是不得好死的下做东西 别做娘的春梦了 明一国脑子抠的日子还有呢 如今裁了丫头的钱 倒抱怨咱们 也不想一想是奴己 也配十两三个丫头 对 他意思就是说 你先颠了颠了自己吧 你这身份也配抱怨吗 他当然也不怕赵姨娘听见 就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只不过心疼自己的姑 没当面去骂而已 不过话说 习人这下可积了得了 一个月二两一吊 那是 王夫人是很爱她的 很疼她 都快把她当自己亲闺女了 那确实是在当时超高的薪水 还有一个 我就又想起来那句话 三年轻之府 十万雪花银 你们现在知道这句话有多恐怖了吧 这可得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呢 结合刚才我们计算过的这一两银子的购买力 是吧 一吊钱 一百五十斤大米 还是优等的上好大米 等于五长大米 或者泰国香米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嘛 泰国香米一斤得多少钱 五十斤的 这不得三四百块钱 一两银子折合一吊半 那就等于能买两百多斤好大米 朋友们 两百斤好大米 那现在那不得一千多块钱 那都不止吧 我没算错吧 所以 十万雪花银 就是十万后面怎么样 再加三个零 你算多少钱吧 它并不是现在网上有人说的 仅仅几千万人民币 那个价格不是 十万雪花银 那就是一个亿啊 对吧 三年轻之福 一个小目标 不错 要不怎么都要当官呢 嘴上说是为往盛纪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都糊弄鬼呢 这当了官 那倒是能为他家开太平了 其实也未必 人不能总想好事 回头超了家 那更难受 要不秦可卿托梦说 月满则亏 水满则亦 登高必跌众 这个是有道理的 于是我视频最后啊 我也就想到了 王熙凤那句 你也不想想自己是奴己 也配食两三个丫头啊 这也就提醒了我 千万得认清自己和现实 千万别说 自以为是小姐的丫鬟 再找个自以为是少爷的小丝 觉得自己将来就该大富大贵 就该别人捧着伺候着 然后还都瞧不起对方 俩人很快 就会怎么样 就会一排两散了 那没意思了 其实是严重的定位不准确 你要说咱家老爷 是龙旗校尉 上书令 那还行 可也都不是啊 都是普通人啊 那普通人出对象 那根本就不存在高人一等了 对吧 也没有世袭的爵位啊 你真该好好想想 是吧 两人都谦虚 这日子大概就能过得长久吧 这是我读《红楼梦》之后 领悟到的一个小小的人生道理 下次我们接着这次的内容 来说一说 为什么现代作家 如果参加科举考试 为什么都会被刷下来 为什么目前活着的 所有的作家 是说所有作家 无一例外 去了明清 参加科举考试 都会被虐成渣 好 那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